这次是《白发红颜》 《白发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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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白发红颜组合又出现了 马爷 我是负责红颜 我是负责白发 但是你别说李爱 你看这两年 咱们一块聊 我真是在你身上发现 这个女人还真是得上点岁数 等我想想 我的意思是 我真是感觉这一两年来 好像我明显看见你就是人 这个应对说话 就是好像骤然成熟 就是很成熟 一下就得体了 意思原来一直没找点底 不是这意思 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岁月给予我的礼物 就好像你接触了很多高人似的 就是因为来这节目多 认识大家 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来这 我都是一个学习吸收的过程 是不是很得体 成熟了吗 真的需要你说什么话 所以有些小姑娘 她没到岁数 你就真是不能怪她 她就是林妙可 我才知道才14岁 你知道大家知道是 就是奥运会上表演唱歌的 表演唱歌的 小妹妹 小妹妹 对吧 小妹妹现在也是有名人 也混成名人 在微博上 这个话题很 我觉得这个意思 现在无聊 很多东西也不让聊 但是 就剪这个就算是一个话题 也算有 你们开服博都看见 对 这问题很大的 我能学吗 就是说这小姑娘 有一天就等于说 说我喜欢撑面 拉面 就喜欢吃的撑面 然后这个网友 就在底下调侃 她在餐馆里 表演 表演 不是在他们家 这网友就说你下面好吃吗 然后这下小姑娘 或者说 听说她这个微博 其实是她还是她的妈妈 共同管理的 是吧 然后这小姑娘就说 说这个 我们应该杜绝有害言论 净化网络这个环境 那些有污染 会污染我的这些个空气 都不应该让它存在 这下完了 他这个跟中宣部比较统一 但是可能我觉得 从她妈的立场上讲 我女儿才14岁 给开逗这种闷子 有点问题 是吗 有点问题是因为 是因为她妈觉得 她女儿的这个地位 不应该受到社会 这样一个攻击 她是一个攻击现象 其实不是一个质疑现象 反正我最早看见 类似于这样的帖子 可能也得个一两年前 反正是大S 曾经有一个特别类似的微博 也是有一个面 但他好像是在一个 什么农家乐之类的 那样的场景里头 也没多说 就说我下面给你吃 就是写的那堂字 就是我下面给你吃 就是可能有点撒娇 或者是有点反正跟网友 跟网友就是有点 就是说我的面 我做面给你吃 但他那个是可能台湾人 他就说我下面给你吃 结果呢 这篇微博呢 就被狂转 然后就各种恶心的 你知道就来了 原来就是 原来下面的教母是大S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是第一个 不是台湾这个下面北方话 都叫下面 都叫下面下面条 下面条 下面条 对 下面条 但他没有调这个字 这对我来说一点不新奇 这就是开荒腔 但是这个问题 我倒是想起来 就跟这个网络语言 林妙可这个事 也有人说 说你未成年人 是不是就不要到这脏地方来 是吗 我觉得有道理 就是在你不能 不能进入这个环境 最好不进入 比如说未成年人不进入歌厅 这就是一般要求 对 就你不应该进入 是 比如说你还不能够很好的游泳 你就先在游泳池里 或者在保护区里头游一游 等你真的能够觉得自己 能面对大海的时候 再到大海里游 你现在那个电脑里 是有那么一个按钮的 就家长控制 他就是怕不到一定年龄的孩子 那是这个地方 你家长要觉得不能看 你就可以家长控制这个电脑 所以我就说 那你说当然有些人 恨不能就像你说的一样 就跟咱这个什么宣传部门一样 就我能不能净化了你网络空气 我觉得不可能的 不可能 他这个我觉得净化 是一个心灵上的事 他这个社会 你是一个公共平台的时候 当然说话 我们首先不主张 就胡马溜丢 你说的难听话 这是肯定不行的 那你也挡不住 是挡不住 但是这个理论上讲 从道德水准上 这个地方 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一定是受控制的 或者说受约束的 是心灵约束 关键是问题 他为什么会产生 就为什么会产生在他身上 这是你要找原因的 他别人 我想这微博里下过面条的人多了 是有教模的 怎么就 怎么就到他身上呢 比如说第一次 反正我看见大概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 这样类似的这样的微博转发 我当时看见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恶心 挺难受的 反正如果又再转 我就不看屏蔽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自己选择 不去看 当然那是没有造成像今天这样子的 就是大家讨论的 问这种气候和环境 为什么呢 当时可能大家就觉得 我就开开你玩笑怎么了 你可能你是明星什么的 这有一个本质不同 我就没觉得大家 因为林药可是未成年人 大S是成年人 大S下面条的事多 只是一个无所谓 大S两天下面人 对对 那个事无所谓 他是成年人 这是未成年人 我们首先要这有一个区别 他14岁嘛 按照一般法律保护 他还是受 就是他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 都是完全是让他父母带使他行 行使这个法律权利的人 他为什么受到这么 这这种这泼污水式的这种攻击呢 跟他早年的这个 这个历史有很大关系 就是14岁都有历史问题 那当然 他几岁出来表演唱歌的 奥运会吗 08年 08年 离现在是7年了吧 7年 没有7年 会算数吗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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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是吴远老师教的 主持人什么数学 对对对 他大概在9岁的时候 被成年人推到前台 代替了别人唱歌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伤害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法去想象 就真正发生的那个孩子受到的怎样一个心理创伤 这个创伤不仅仅是当天就是奥运会当天 而是这持续起码到今天是5年了 5年这个阴影并没有消散 可见百姓对这个事多么看重 这是当年的组织者所有的成年人没有去考虑的问题 但是您觉得是阴影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林妙可和林妙可的家人 包括很多就是我们这种观众来说都觉得 哎呀林妙可火了 林妙可红了 是是高兴啊 这还是阴影啊 他的阴影就是 人家对他的这个这个破污水式的攻击的一个显现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 你看他那个就是评论当中呢 实际上是带着过去的愤怒 不是说这件事的 所以就胡说 那么对那个孩子 那孩子就发声的唱歌那孩子 那孩子就无名了 什么名也不知道 你到今天连个名都说不出来 对吧 那么好的声音 那么为什么不让 为什么不让那个孩子去去真人去真唱呢 说没太好看 好 那就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出现问题 你社会的价值观的倾斜 导致这孩子的价值观的倾斜 所以他就拼命的去要展现 就是拼命的要钻到成年社会里去展现 他就不该跳进这堂污水 照您的意思就是 这历史问题就是 因为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没要那个女孩的上面 所以才有了今天小妙可的下面 是吧 这是因果关系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不过我倒不是说林妙可 特别是小女孩 我就有优使这个事 引起我一个低级趣味 你知道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 我是近一年 才有这个趣味的 过去我也很瞧不上这些网络上的东西 你知道吗 近一年我开始发展出 就是我痛苦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的乐趣 就在于什么呢 看这个新闻后边那个跟帖 那个网友 我就说咱这个道德 我发现真是一个 不是要求别人的事 是一个自己内心整理的事 比如说 假如李爱出了个新闻 对吧 我就看一会跟帖 那是最脏的意识 最丑陋的都有 可是呢 看得我哈哈大笑 就是他那个太可乐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当然我心里要整理我的道德 比如说我是在私人家里 我看了 我绝对不会是跟别人说 有一天我真的当面见到李爱 我也没有那个脏心眼 你知道吗 就纯粹当时乐就乐 就跟这个人都抽离了 我是 那么我就看到 这个里边这个 这个语言 然后你就看这里边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理的场呢 你比如说我当着你这个女的那面 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些话有点不闻 就是你比如说你注意到没有 他这个不管什么样正经的新闻啊 后边这个跟帖 它是五花八门的 是 其中有些人 我感觉一直在手银 他们叫撸管 那么就是你为什么你看着很可乐呢 这是前面还在唐二皇 他是一种交杂 前面唐二皇 这个咱们国家怎么怎么样 下边那个哎 我先撸两管再说 他就是他就是怎么 这怎么回事呢 是其实是全社会道德崩盘以后啊 我老说道德溃梯一泄千里 所有的人都本着一种破罐破摔的 一种社会态度 就大家为什么写这个 这个人呢他都是破罐破摔 所以说这社会就是这烂德行 我只好以此方法对待这个 现在这个现实社会 不是就是会不会是说在某种情况下 就像我在我的小黑屋里啊 这个人的欲望潜意识完全解放 就是不不不 社会大环境是有约束的 看见一个女明星的新闻 那下边肯定是我想干他 是不是就是这个吗 是是是 但过去的人不会这样 过去的他在约束当中 他再怎么想 他也想不到今天这么肮脏 为什么呢 就是社会是个崩盘的 我老觉得你比如那孩子还是说到最初这个话题 就这孩子上台演出的时候 是大人的道德选择 他不懂这孩子几岁 是吧 让你上去你就上去 这孩子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所有后面人的道德是有瑕疵的 这是我说的是最轻的是有瑕疵的 我认为当时把他推上前台的所有的成年人是道德有缺陷的 他才把 因为他不自信 他觉得那孩子不好看 那么人好看不好看 有差异吗 在做人方面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孩子弄成一个假事搁在前头 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事 他不是我们单位弄一个晚会 是吧 马先生就不然就爱纠结历史问题 对 人家林妙可今天也得做人 对 所以他后面的对 后面的事情他要承担后果 其实我倒是觉得那些网友 他有时候会说一些特别初位的话 而且你看现在 对我就想问你 就是你说你们 有时候我就想你们这些美女开那个微博 你每天发的微博 有时候我都看后边那个留言 他对你都是屋檐就是淫秽的 你看见这个之后你挺乐呵吗 我不乐呵我上我拉黑他 但是你没发现吗 就有些人就会这么说 我表扬你 比如说我在下面写 我爱你啊 什么你好漂亮啊 你也许根本不会在意到 但突然间有个人跳出来说 臭八怪 你这个变态 或者是什么 我最讨厌就是你了 或者下面 你搞不好 你就还真的认真看一下 谁啊 就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对批评的声音 也许就说的最轻的 咱们咱们这么说吧 就是发现 说的最轻的 就是咱们对这种负面的声音 有时候会多看两眼 正面的 因为太多了 或者怎么样的 你可能也就过去了 他就是为了要突出自己 或者我要出众 我要出风头 所以你知道 越来越多这样 我给你说一段 就是我还特意 有就是我经常把一些语言的 这个精华给他扒下来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人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 你比如说你有个机会知道男人 他骨子里 心里是怎么想的 会让女人 就是惊怒不堪的 但是他在那样一种跟铁的情况下 他就发现 他很有意思 你看他说 非常瞧不起那些 跟男人约会 蹭吃蹭喝蹭玩之后 不仅一毛不拔 而且还拒绝跟男人开房上床的女人 然后就是有的女人 自以为风情万种千娇百妹 对于男士的邀请约会是来者不惧 跟着吃跟着喝跟着玩 但是完了之后 当男士要求开房上床的时候 就开始装逼了 一本正经的强调自己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女人 什么这就开始 发发发 就是全是叉叉叉了 说不上床你出来干什么 一个大男人整天奋不顾身工作 七早贪黑 有多么忙 你们女人知道吗 人家百忙之中 请你们出来吃顿饭 难道就是为了请你吃饭喝酒的吗 请你开个房睡个觉过分吗 说饭你吃了酒你喝了 开房上床的正经事你倒不干了 你这叫神马东西 我觉得你看这个舒服 他就肯定是有些男的 你舒服吗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我请你吃饭是绝不是 我没这个预期 但是我很能理解 你明白吗 就在他跟铁这个世界里 他这人可能是下了很大的心思 然后没有得到一个结果 就发这么一条发泄一下 这个我倒是觉得无所谓 这个没有什么 对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表达 但是你不能上来 用的最脏的话 胡骂 这我觉得是在网络上应该是进化的 这个你也进化不了 进化不了 但是我说的应该是我们 就说人类文明的一个趋势 是应该进化的 这个话我不认为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这种说是 他可以表达他的意愿 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天下的事都是以前异物 忽然发现他们花钱只能买一半的时候 他肯定不高兴 对 我说的还不就是这个事 我指的就是人的一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状态 对 你知道看来就是他 所以他们当年有人说 你可以搞个网上的地下枪枪三行 就是说其实人要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是很脏的 你都我们一半都是动物 对吗 你要真实说完全的欲望 你想他在网上 他看那个女明星 我跟你说是这样 如果他真的只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话 那还算他自己独立思考过 我想不想说这事 好多时候他那些跟帖什么的 都是一窝蜂上 他也说 这也说 我也来凑个热闹 显示我是跟大家一起的 那才是恐怖的 那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有一点我有感受就是这种跟帖 就是看跟帖的比例 如果这个某一件事的跟帖全是一个态度 狐马溜溜的态度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 不可能说一个没有问题的事情 后面的没有任何好的语言去支持你 是是是是是 他不是两派 不是有的事你出来以后他会有两类声音 但是如果说是一类声音的时候 而这类声音都是表示一种愤怒 而不不再去讲理 就是他没有不愿意跟你讲道理 就是骂你一句 对 那么这肯定是事情本身有问题 是 这个我也发现他不是胡来的 就是统计下来看 就是所谓部分民意 对一个事是大家切齿痛恨还是什么 你是有个基本倾向的 反正 反正从这些事上 我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获益良多 因为我曾经也有一些可能不当的话 在网络上自己写的时候自己没觉得 但写完出来之后 确实有网友可能是比较一面倒的 负面的声音的时候 我就会检讨那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你看现在 娃威博威有一段时间了 我后来发现我其实从这种互相 这算一种沟通吧 虽然不是很舒服的沟通 但这种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有成长 我觉得这跟你觉得我这一两年有成长 也有关系 就是说你从负面的这种事件当中 你获得什么 这如果你获得只是愤怒的话 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你看 我就不能直当其风 所以你看 我什么都不开 但我是潜水 我就偷偷摸摸的 我观察你们 他们怎么骂你们 我比较喜欢看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事真是如果事不关己 那就看着很乐呵 你们俩都是有写博客的 有开微博的 有开微博的 你们现在都已经是不是百毒不侵了 那也不能 有些时候还是心会有波澜的 感觉那些讨厌的话 但是说实话 今天这个事件 我觉得最起码有一点以后 如果再有人写这种什么下面 这种东西 估计就会有人跳出来要骂他们 不管是对谁 对未成年也好 对成年也好 我觉得这好多时候是社会是经过一次一次的讨论之后 还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我不懂 就是说 按说我认为这个东西 我就认为欲望完全解放 就是人想 因为匿名嘛 匿名想说什么 那真是在 你可以有一个机会观察到 人在完全 不设限的情况下 他最本能的流露是些什么 其实是什么 骂打街的都有 但可是我不得不说 比如说香港或者是台湾 英语我不懂 他们网上那种我也看一看 就是他们当然也骂 也有什么 但是相比之下 用语言的这个文明措辞的文明程度 比咱们和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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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用微博 就是 我也看有很多就是 网友是用 就是那种昵称 他不是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就没有加V 不是真实身份在网上 你不要以为他是匿名 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 这个昵称的 这个所背后的 这个什么所谓尊严也好 干嘛 你不要以为他不在乎 如果说你在一个微博下面看见 他们有两个吵架的 就是两个昵称 不是那种真实身份的在吵架 你就证明 其实他们也很在乎 自己昵称所带来的这种尊严 他觉得那就是他 你也不能随便骂他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 大部分骂人的人都不能承受被骂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他不在乎这个名字 他在乎着呢 就是大部分在网上骂人的人 他都不敢跳出来 让人家骂他 为什么呢 第一他没有那种机会 就埋骂也是一个 就是你那么多人骂你 那可见有人关注你 你知道我在跟帖里 我看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两个人 如何从平静的对话 然后变成互相骂打街 那真实就是说 就是说我这抱脾气 本来说我觉得你不对 我觉得也不对 稍微那个人说话带点粗 你大爷的就开始 一个骂的比一个很 然后就互相说对方没有素质 这是最正常的一个 对对对 骂的这个人类语言 这是惊奇 我的天哪 但是我是我比如我 我那个博客中有回贴 我有书经常看看 看看我比较喜欢有人 比较就是比较尖锐的批评 我是能看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很重要 就是刚才李爱讲 就是说的你会调整自己 但是那种就没道理的骂 尤其是做其实骂个人 你比如你写一草泥马 这事我还就真不太在乎 草泥马 不就是个古怪的动物而已 对吧 但是他不能说 就是比如说直接对你的家人 对什么就是烧带点 我也没什么受不了的 这也没因为网上的事我都很清楚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呢 就属于对他来说 他自己是真没辙了才说这话 对不对 我觉得人在宣泄情感到头的时候都是骂人 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最简单的骂人 就说草泥马 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你不能说 做那种有预谋的那种语言 什么什么你妈 什么你爸什么 就是这个 问候人家亲人 这就属于他自己非常硬啊 这能看出来 就每个人都说话 你能知道他背后的处境 就是说越难听话的人 处境就越差 对所以马老师这意思就是说 说那些就是就是破口大骂的人 通常都是可能自己本身就过得不知道 或者是有点无能为力 他才会愤怒 他自己无能为力了 他才愤怒 才会骂那些东西 但是没辙了 也有可能潜藏着一个CEO 他白天装人 他不他也是 真的对他就是处境不好 我说处境不好 不是说他没钱 也可能很有钱 有没有地位很拧吧 然后呢好像是个高管 上面还有个高高管拧着他 他他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有他是精神的 这么之前不是还发生过 就是自己发一篇微博 好像明星啊 还是什么高管之类的 自己发一篇微博 可能下面没有 你不是骂他在下面 还自己给自己留言 哎呦好帅哦真好啊 结果忘记忘记换成小号了 就是用自己带V那个 直接在下面 哇好帅啊好崇拜你啊 在下面发就被人截图了 你知道吧 这不像我们《恰恰三夜行》 十五周年的节目 就是这样做的吗 哈哈哈哈 自己发自己 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挺 你说这叫阴暗呢 还是叫人性当中正常的一部分 就是人性 人性当中正常的一部分 人性的不是全部完美的 不可能一个人说从生到死都是完美 这不可能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缓和的方法 就是缓和自己情绪嘛 是 你他妈特难过来 骂一句就哭了一下 有人为什么吵人家回家 也会特惊认特痛快 手扫一只终于气儿撒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启示录